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碰撞学说 有六点 第一点 物质都是由粒子组成 第二点 反应物的粒子 必须要接触碰撞 才有机会使原子重新排列 才可以产生新的物质 就是产物 第三点 粒子碰撞的时候 不一定会产生反应 这个重要 但是要产生反应 则必须要碰撞 而为什么碰撞的时候 不一定会产生反应 第四点 碰撞粒子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个 要有足够的能量 比如我们知道 空气中的氢气跟氧气 会反应就是碰撞 会产生水 或讲水蒸气 但是因为能量不够 所以氢氢气碰撞 并不会产生水 所以需要有能量 还有正确的碰撞方向 这两个都具备 才可以产生有效碰撞 有效碰撞 代表会产生反应的碰撞 无效碰撞 就是碰撞之后 也不会产生任何反应 第五点 有效的碰撞次数 如果越多 反应的机会 就会越大 第六点 气体跟液体 比固体 容易移动 所以粒子碰撞 几率比较多 所以化学反应 就会比较快 我们来看这个图 一氧化氮跟臭氧 碰撞发生反应 要产生二氧化氮跟氧气 这两个例子 能量足够 但是因为碰撞的方向不对 蓝色这个是氮 红色的是氧原值 如果这样碰撞的时候 氮去碰臭氧是一个弯曲型的分值 碰中间这颗氧 这样碰撞的时候 方向不对 你看 没有产生反应 还是一氧化氮跟臭氧 跟原来一模一样 没有产生新的物质 所以没有反应 第二个图 如果是用氮原值去碰 臭氧的最边边的氧原值 这样一碰撞的时候 碰撞 就变这样子 氮原值在中间 旁边是二氧化氮 NO2 而原本的臭氧分子 边边的氧原值跑掉了 就变成O2 就变氧气了 所以碰撞方向对 能量够 才可以产生反应 老师举一个常见的例子 盐酸跟氨气 产生 白色氯化氨的固体 在碰撞的时候 这个是氨气的分子结构 在高中才会学到 碰撞的方向不对 如果氮原子跟氯原子 相碰的时候 并不会产生 白色氯 所以这个是方向不对 第二个图 一样氨气的氮原子 跟氯化氫的氢原子 相碰的时候 氢就会跟氮原子 结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碰撞的方向对 会产生氯化氨 所以2是对的 老师画一下碰撞结果会怎样 会变这样子 然后氢在这里 这边整个 会带正一 氯离子 负一 就变成氯化氨 在国中 目前不会考 这是高中的课程 第三个图 这是碰撞的方向不对 氨气的氢原子 跟氯化氢的氢原子相碰 这样无法产生 白色氯化氨沉淀 是否 从氯化氧原子 就变成氢原子 B